今年的颱风可以说是一刻接着一刻的到台湾来报道 我们的康瑞颱风才刚走呢 知道当时呢 其实为东半部地区带来了不少的降雨 像是花莲这边人河道崇德路段 这一段的铁路呢 几乎每逢到颱风其实都会发生土石流 那铁路断了 大家没有办法来搭火车到花莲来观光旅游 但是开车的话 这个山路苏华公路又经常崩塌 其实大家也是会觉得相当危险 所以其实今年从零四零三地震开始 一直到现在夏天结束之后 其实相当多的台风来到台湾这边 也让花莲的观光这边人数是锐减 所以现在交通部的观光署 他们也砸了8.15亿的预算 他们要来补助花莲平日的住宿 一千块钱 原本是补助一千块 那之后是变成说 我不分平日假日都给你一千块 就是想要鼓励民众来一起到花莲来旅行 那现在还加码说 每个月的自由行 房费也补助了两千块钱 就是为了要振兴到东部旅游 住在花莲或是台东的外国的游客 如果是四个人的话 他的团费补助还会到五万块钱 这个花莲的振兴方案 其实也包含了很多像是住宿优惠 团体旅游也有补助 跟一些交通补贴 那如果你是国际观光客的话 甚至还有包机的补助等等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交通部其实非常想要振兴花莲的观光经济 那这一次康瑞台风肆虐现在又在加码补助了 现在延长这个补助的时间一直到11月的30号这么久 另外呢他们现在还推动了这个花莲3.0住宿加码的措施 也就是说在这个活动期间你只要申请这个奖住的次数 限制他们也调整了这个优惠的金额 从11月7号一直到12月的20号 观光署就推动了这个叫做3.0plus的措施 什么意思呢 它是按月来提供补助的 也就是说你住一晚它就补助给你1500元 那你住两晚的话又再补助1500元 所以加起来的话其实你住两个晚上 其实你的房费就可以打了 就可以减2500元这么多 那其实11月7号到12月20号这一段时间 最高可以补助钢体到2500元 但是现在还有寄出另外一个优惠 就是如果你是跨越住宿的话 还可以最高补助到5000元 什么意思呢 就如果你住宿的时间是从11月底 11月29号到12月2号 你住四个晚上 一个晚上1000元 第二个晚上1500元嘛 但是11月跟12月可以分开来算 就可以各补助2500元 这样加起来就是5000元 其实以这个四个人来讲 住四人房的话 其实这个房费算是便宜蛮多的 那观光署也说了 他们编列了8.15亿元 现在已经用掉了一半 也就是说还有4亿元的补助没有送出去 这样算下来 如果一个人补助5000块的话 至少还有8万人可以用到这个补助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其实今年不只是0403大地震重创花莲 像是我们最近也是台风 一颗接着一颗的来 所以其实台风也是冲断了他们的一些路桥 或是山路等等的 那大家看到花莲这样子这么严重 却被这个康瑞台风来搅局了 只好延期 那刚刚稍早呢 其实相信音乐也公布了最新的延期的时间 将会延到1月18号到1月19号 会到花莲 那1月17号则是在高雄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阿信呢 他也是在脸书上面表示说呢 像花莲的人表示说 他们一定一定会回去来办演唱会 而且他们这个演唱会 其实是没有拿任何酬劳的 是他们自己说 想要到花莲这边来振兴他们的经济 因为当地的旅宿业者就觉得说 这个观光实在是惨 非常的惨 证实说5月天的演唱会 当时一宣布台风取消之后 几乎所有的房间住宿都取消了 一天内呢 更是有十几组的客人都宣布说 要取消来房间 花莲的旅馆工会的理事长 他就表示说呢 确实有收到很多人询问的电话 并且呢 也以友善的方式来协助退订 就是希望说呢 观光客有先收取订金 可以保留这个订金延期之后再来使用 那原先的住房率 大约是有来到六成 但是因为演唱会取消了 现在只剩下一成多而已 不过还是有六成左右的旅客 都愿意说我的定金保留到 下次演唱会的时候再入住 那他们也欢迎说 你看完演唱会的时候 还可以再多留一晚 其实不只是花莲 现在是康瑞台风上次来 其实也造成了高雄有一些灾情 像是这个台20线的 明霸克路钢桥呢 他这个桥 其实旁边有一个河床变道 就是因为这个溪水水流太大了 导致说河床变道被冲到流失了 现在目前高雄桃园区的三个里 今天都是持续的停班停课的 那没想到现在又有这个银杏台风 可能会到台湾南边擦边而过 居民就很担心说啊 怎么又有台风行程了 我们家门口的这个道路中段都还没抢凶了 现在又有一个台风 这居民其实也是感觉到相当的无奈 只希望说政府现在可以尽力的来 补助我们的国旅观光 促进我们的观光经济 以上是这节的推播内容 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的倒数阶段了48个小时 那台股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其实今天是开高震荡 中场是开高走高 站上了5日的均线 是来到了22,965点 大涨了185点坐收 那涨幅是来到了0.81% 但成交量的部分比较特别 今天的成交量只有3117亿元 其实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 量缩相当的明显 所以也显示出了现在美国大选的倒数时刻 其实投资人跟市场的观望气氛 都是相当的浓厚了 那今天其实电子的全职股表现相当的强劲 台积电今天涨了15块 是以1040元作收 涨幅是1.46 那联发客也涨了5块 是以1295元作收 红海跟广达其实涨幅都将近了3% 那分析师就认为说 其实台湾的投资人对于美国大选 好像有点过度担忧了 就不论是川普还是贺锦丽谁当选 其实在美股的反应上面 差异都不会太大 因为分析师就认为说 过去其实有很多历史经验都可以来看 他说11月其实算是 投资人相对安全的一个月 那现在针对美国的大选 其实这个时候呢 也不用再提前布局了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这些大公司的财报 利空利多都已经过去了嘛 都公布了 现在只剩下挥达的财报 月底就要揭晓了 那当然呢 这个大选可能会出现一点插曲 像是呢 之前曾经就因为开票的争议 导致说美股震荡 不过分析师就认为说 这其实都是短线的影响 那至于技术面的部分呢 他就认为说 其实我们现在去进行一些技术的分析 意义不大 因为现在就是要等待这个大选最后的消息 会左右市场嘛 像是呢 他就认为说 如果贺锦丽当选的话 可能美股就会强谈 但是川普当选的话 美股可能就小涨一点点 但是这些先前其实都曾经已经反映在上面了 但是美选前台股看起来目前还算平静 那不平静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国的领空了 因为中共最近在台海跟南海还有东海 其实军事动作都相当的频繁 国防部今天上午就公布了这一张表 他就发现说了 这两天的军事动态 一共侦测到了44架次 那其中呢 有37架次的共机 是已经逾越了我们的海峡中线 进入了西海 也就是东南的空域 那另外他们还侦测到了6艘次的共舰 还有一艘公务船 还有无人机35架次 就发现说这个无人机飞行的范围 有穿越了我们巴士海峡 环绕了台湾南部的海域 就是要来穿过我国的防空识别区 这边呢 明显他们就是要直接飞到他们太平洋的海域 来进行演训 那也显示说呢 现在在美选前啊 其实共军的行动相当的频繁 那当然我国的国防部呢 也有用一些联合的情间 真控的这些手段 严密的掌握共军的这一些机子的消息 那也有派一些任务的机械 到这个暗制的飞弹系统来进行应对 不过提到了两岸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 像是天王刘德华 他最近也卷入了两岸的问题 是发生了什么事 刘德华呢 他来台湾开演唱会嘛 那他的歌单就有这首歌叫做中国人 里面的歌词呢 就有提到说 要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那这个歌词呢在台湾的演唱会唱出来 现在就引发了讨论 加上刘德华除了他是天王之外 他还有一个身份 他呢是中国的电影家协会的副主席 那也是因为他这个敏感的身份 大家也认为说 他是不是有意要来选择唱这首歌的呢 那虽然呢很多刘嫂都跳出来 来替这个天王护航 但是呢不管你是谁 碰到政治都会变得比较敏感嘛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跟林楚音还有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他们其实都对这件事情提出质疑 王定宇甚至是直接批评说刘德华你是媚共 那这个话一说出来了 当然演艺圈的大姐大知名的制作人邱黎宽 宽姐他就忍不住开炮了 就说不要再找优质的艺人说事了 所以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在没选前不管是台股还是共军 还甚至是刘德华其实呢都相对的不平静 以上是这节的推播内容 大选项已经倒数了48小时哦 最新的民调显示 前总统川普还有副总统贺锦丽 他们两个啊在选民的支持度上几乎都是平手的哦 这份最新的民调哦 可以看到两位都获得49%的支持率 那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时间之内 其实川普的支持率有稍微的拉抬上升一点 而贺锦丽呢则是稍微的下滑 所以呢现在又变成这种两个人平手 势均力敌的局面了 那但是呢美国他是有这个选举人团的制度了 所以呢虽然现在看起来民调两个人是平手的 不过就分析说川普如果在这个选举人的制度里面 可能会比贺锦丽还占优势哦 而且之前就有发生过这样子的案例 还记不记得2016年他对上希拉蕊的时候 虽然在普选的时候他是落败的 可是呢因为选举人这边他赢了 所以他最后还是胜选的情况 这一次不知道会不会跟上次一样 有这种类似的状况发生呢 那随着现在选举进入最后的倒数阶段了 选举的结果一定会对全球产生重大的影响 不管是政治或是经济层面上面都是 那接下来全球的政局又会怎么样的变化呢 在2024年其实全球主要的民主国家的选举年 都在今年嘛像是美国跟日本台湾等等的这些 那现在2024年也要进入尾声了 就代表说这些选举都已经要结束了 那台湾的国安单位就指出说 现在全球正在面临四大挑战 有哪四个呢 第一个在2025年的时候 他分析说中国跟俄罗斯还有伊朗跟北韩 这几个国家之间他们可能会更紧密的来结合 甚至是来合作联手哦 那这四国联手的话恐怕就会恶化区域冲突 特别是在俄乌战争里面 北韩又支援俄罗斯嘛 也让俄军持续的对乌克兰来发动侵略 再来第二个就是经济层面上的问题了 可能是全球经济 因为中国的经济他们的内需 现在还是严重的不足 所以国内生产过剩的问题 恐怕在2025年的时候 就会扩散到全球的市场了 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内需产业也会造成压力 现在很多的电商平台 就用这种不公平的竞争手段 可能是补贴你运费 或是用很便宜很便宜来倾销他们的商品 所以也让其他国家的商品 都会感受到强大的经济威胁 那这个威胁在2025年的时候 可能会变得更严重 再来第三个挑战则是 中国的经济现在缺乏复苏的迹象 中国目前他们就是采取了违背市场经济的这种策略 虽然在短时间之内可能可以缓解他们国内的压力 但是长时间来看的话 这种方式只会加深全国的经济问题 最后第四个则是挑战是 中国的军事威胁还是存在 尤其是在东海台海跟南海这几个地方 中国的军事情动还是一样牵制了民主国家 减低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压力 对全球的安全其实都构成了挑战 最后要来看到美国跟日本他们在大选结束之后 其实全球的政局就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尤其是中国现在他们就进行各种的政治操作 我们国安官员就指出说 中国他们现在在打一个认知作战 对台湾的影响其实会慢慢慢慢的影响到我们 特别是他们现在在推所谓的压宝说 就是因为现在没选嘛 中国那边就强调说 台湾你现在就是在压川普或是贺锦丽 哪一个可以当选 再来还有一个未掌握说的意思就是说呢 他们会强调说台湾现在对国际的政经趋势都没有掌握 导致说呢没有办法来预判后续的发展是怎么样 那这个也会推论出所谓的弃子说 也就是说呢欧美大选其实和台湾类似嘛 选民都会很关注一些经济层面的或是内政的问题 那候选人如果对乌克兰或是中东或是印太的关注比较多的话 但有可能他们重印太的话就会被中国操作成 哦我重印太所以我放弃了乌克兰 那中国的国力又比俄罗斯还强大 所以呢台湾就会被放弃 最后呢则是后果说 国安人士就是以美国跟日本的选举来当做例子 这个新政府他们也会牵动这个部门人士改组嘛 因为他们的总统谁当选 就会在明年的1月20号来就职 那就职的时候他们新政府的人士 一定会持续的异动大约到明年的5月左右 所以这一段期间呢台湾的舆论就会出现各种对台湾不利后果的说法 所以这其实就是中国现在在打的认知作战 他们要的就是可能一步一步的动摇民众 对于台湾政府应对国际局势的这个信心 以上是这节的退播内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